军舰去上学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也太有排面了吧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8月15号 海军航空大学2024级部分舰载机飞行学员 在山东青岛季节 各个机身抖擞 昂首扣步跨过了高大的出征门 登上弦号81的郑和舰 去学校报道 据悉宽16米的出征门 象征着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16舰辽宁舰 这也是海军首次用军舰 送舰载机飞行员报道 新学员还收集了定制的船票 上面写着海军航空大学到海天雄鹰 航行中学校将组织甲板宣室参观 舰艇等活动 这满满的仪式感 让网友都羡慕哭了 这三十了重新准备考试来得及吗 有这样的孩子父母该有多骄傲 嘎嘎有排面 看得人热血沸腾啊 除了坐着军舰上学 前不久空军航空大学新录取的飞行员 还乘坐着昆鹏运杠20去报道 有网友就好奇 那火箭军用啥接呀 青春有为 强国有我 能够顺利的通过严格的训练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扶摇直上九万里 守卫祖国的碧海蓝天